很多都是舊龍海 都是以動態為主 其實動態那裏 全部都是脊骨運動 受諸無言 包括在裏面 都是以脊骨運動作為重心 這次 剛剛有這個機會 由動態轉為靜態那方面 讓你們更加吸收 因為動態在辦公室工作後 回到鬼那麼累 又不是很想動 我也知道很多 有時新受其苦 年輕時回到鬼都睡覺 有時你做到 睡在床上做到 坐在床上做到 坐在床上做到 坐在椅子上做到 都可以保持健康 我現在教這個功 叫做三元功 全名叫做三元大小周天功 它就是在以前你們練過的 在床上做三元功的動作 從外面的動作 轉化為裏面的動作 裏面的路線運行 對於按摩神經系統 按摩五臟六腑 有很好的治療和裏面的效果 反過來說 那些動作是否沒有用 那些動作是有用 對筋骨 皮肉 整條 脊髓骨 盆骨方面 有另一種效果 只不過 將它裏面的內涵 在這部分的課程 讓你們更深入了解 在這個過程中 我想再把那三個動作 和大家複一複集 複集之前 我先講一講 試一示範 為何這三個動作 會變成三個圓圈呢 要讓你們明白 你們繼續學下去那幾課 就比較容易控制 容易處理 就不懂了 學了一堂 有時你們要出席 或者要交班 趕不到時間 或者放假 好像師傅一堂 追不上 其實你們明白那個內容 再看回錄影 都很容易追得上 做那幾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是前後把那條脊骨 去做一個S型的運動 這個動作就是S型的運動 很多同學都有練過 初初練的時候 現在開始練的時候 你們可能很機械性 很出力地去做 現在應該都會有這麼久的時間 雖然比如說常常練 有時間自己都會動幾下的時候 你們會做得比較鬆和油 我們稱為容易不用力 我在旁邊再給你們看前後的S型的動作 這個動作 它的內涵是怎樣的呢 其實這個動作是一個這樣的圓圈 正面向著你 我們稱為立圓 就是站在那裡的圓圈 那個圓圈就是這樣轉著的 而在身體裡 後面上 前面下 繞回來後面 前面下 是一個立圈 我們將這個動作 後面上的推動力 前面下的下滑的力量 轉化為運動我們身體內臟的動態 我們一人間練的時候 不需要去做這個動態 但是有這個意思去做 用這個大腦神經中施 支配我們的神經系統去做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去做一下 第二個動作是擺動 是左右S型的 在這裡正面給你們看 這個圓圈就是這樣去 或者這樣去 我只不過把兩個正反一起做 一個動作裡面 一個八字形 其實是兩個圓圈 這個我們叫做正圓 它的正面向著大家 剛才那個圓的側面向著大家 現在這個正面向著大家 所以這個圓圈我就借助這個 這個動感 它將它引發到裡面去做 那第三個動作呢 我們叫做旋轉式的扭動 大家知道了 正面去做 就這樣轉 回到這邊 這個圓圈是螺旋形的 我們叫它做平圓 平面的 那個圓的圓是向天和向地的 剛才那個是向著你們的 第一個是向著兩邊的 這個就是向天和地的 所以打平了它的方法 叫做平圓 平圓 如果明白了這三個圓的時候 我考慮要你們做 做正圓 做平圓 做立圓 原來自己知道 就不會做錯了 這樣大家可以輕輕鬆鬆地 當一個向光粒 先做這幾個動作 這個叫做前後S形 這個是 平時 自己正所謂 站在辦公桌旁邊 都可以動 因為它不限地方 夠站在這裡 就夠用了 好 做這個圓 這個動作 先把自己 所有的身體 很多的肌肉 關節 內臟的組織 在這些動作內 將它鬆一鬆 鬆一鬆 鬆一鬆 這個動作 以前這兩年過 不是那麼辛苦 但都比較難張 這個動作 不要緊 因為現在我已經不是 要你去追求這個動作的藝術 而是追求這個動作的內衡 追求這個動作的內衡 第三個 就更複雜 例如軟 一個平圓 這樣轉 我們會這樣做 雙方 肩頭 又要動 胸骨又要轉 腰骨又要轉 如果沒有練過 就將它做Fly圈 都不會做錯 肩頭放鬆 雙手放鬆 腰一直轉 一旦 翻翻一旦 翻翻一旦 最好做到 微微有少少汗出 那就最好了 兩旦 好 哦 兩旦 五五 五 五 六 五 六 六 六 五 五 五 好 等一下不均匀 把它放开 基本上整條脊骨、手腳關節、半骨都鬆了 為何要你們先做呢 第一等你們感覺一下這三個動作 同時身體鬆了的時候 一會兒我們練習始終是一種靜態式的運動 靜態式的運動 如果自己說睡得不舒服 作為了神經痛、腰部痛 或是走進去跑遠步 很累、肌肉痛很緊張 你練習裏面的東西 這裡又扯著你 那裡又扯著你 會不舒服 在靜態的運動之前 我們將這動作做一做 效果會比你不做得好很多 同時的益處又大 你們有時間去練習之前 都是略略做幾分鐘的動作 才去做 這個動作雖然是靜態 但站在這裏也可以做 坐在這裏也可以做 躺在這裏也可以做 躺在這裏也可以做 坐在椅子上 因為站在這裏 效果比較容易掌握 我現在第一個要你們做的 比較容易做的 這個不容易的 雖然我說第一個動作 這個不容易的 這個我會放到最後 但動作看這個好像很複雜 反而比較容易 我放在前面給你們感覺 這個放在中間 這個放在中間 現在你們試試 站在這裏 我又不怕長氣 再重複說 我們站的時候 把重心站在腳端上 把膝蓋輕鬆一鬆 把膝蓋放鬆 把膝蓋放鬆 不要像人家當兵那些 打住膝蓋 要這樣 不需要這樣放鬆 很自然 把膝蓋輕鬆放鬆 自己看一看 不要讓它這樣夾著 不要讓它這樣夾著 打開它 好像張家石的戒指 兩邊斜 放鬆它 放鬆它 站在這裏 最初做 我就主張你們 用手幫助它 我們站在這裏 站在這裏 兩隻手 放在這裏 這裏 是圓的 這裏 又是圓的 這裏好像拿著球 這兩隻手臂好像抱著盆水 不用太高 放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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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做 比較簡單 我要做的時候 我站在這裏 我們感覺到重心在腳跟那裏 我將身體畫圓圈 用腰去畫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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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圓圈 有時候做得不好 我可以用手幫它 這樣 戴上它 你便容易掌握 用腰畫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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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圓圈 畫圓圈 越畫越細 越畫越細 我們放鬆它 就不是要做這個動作 只不過這個圓圈 我們是最初比例又大 做到 這樣 畫一畫 可以畫到這麼細 剛剛這個圓圈 經過下面的腳跟 這個圓圈 又經過這個腳跟 每一個圓圈 那個圓圈 經過 左腳 右腳 左腳 右腳 自己 這裡 好像跟下面的圓圈一樣 大家慢慢試 先 轉一旦 是 有些問題 不可以做的 因為如果是做錯 就像人家跳弦要舞 轉 這樣就不俠 都是沉不上 的人 放鬆 可以順利地轉 像抱著一盆水 在這裏 手輕輕幫幫他 前面 後面 後面 右邊 慢慢幫幫他 先把腰部的圓圈轉順 每一次都要經過腳底 自己感覺到重心是有體患的 這盆水其實是在我們的小腹裏 我們只是抱著盆邊 我們會感覺到那盆水 向後好像握到我後面的神臟器官 向前握到我們的大腸小腸 膀胱 我們所有內臟好像浸在盆水中 在洗乾淨水中 自己慢慢感覺到這盆水中 內臟有沒有浸在盆水中 有沒有摩擦到盆水中 後面 前面 後面 自己慢慢感覺到這盆水中 所以為何不要你們去做動作 因為一開始動作 感覺就沒有了 平輕放鬆自己 甚至可以握在盆水中 甚至可以握在盆水中 慢慢感覺到浪上的盆水 摩擦到盆水中 在盆水中 又試一下 我現在在盆水中的感覺 我把這個圓圈好像蚊香一樣 打下 細一圈 打下 細一圈 一圈一圈 捲 捲過去 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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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小的時候 一塊定在小腹壁裡 自己試一下 轉下 細一點 轉下 細一點 小腹壁 我們叫做單田 裡面慢慢捲起來 好像有一個濃縮的感覺 在裡面 覺得很濃縮的時候 我又可以把它放開 慢慢捲一下 大一點 捲一下 大一點 捲一下 大一點 好 又迫著盆邊 又圍著盆邊來轉 看一下 1分別 練到1分別 1分別 啊 1分別 測到1分別 用這個圓圈 小腹壁 7分別 2分別 可以反复去试一下 在盆面我又将它卷回小 慢慢去找这些静态的东西 是要用时间栽培的 不像动态的可以出力就完成 慢慢去感觉到放松 卷到单人中心 好像还有陀螺 好 我又打翻开 在这个圆圈开到最开的时候 我们还要把心意放在后半个圈上 晃一下 前半个圈小一点 后半个圈的意念多一点 就像我们拿着一大碗碗放波子 转过波子 转过波子 转过后又会 转过后 转过后 可以在後面多些 為何會在後面多些 因為後面有兩個神臟器官 尤其是很注重培養神器 前面不需要太多 因為這部分的脊椎骨 是由腰椎向前傾 如果我們在那裏多的時候 就會加重脊椎骨的負擔 同時我們的脊椎骨 很多時候年紀大 啤酒肚和婦女的嬰兒 就會將它頂到前面 通過這個我們盡量多些去後面 可以將它稍為前傾的脊椎骨 可以幫它改善 慢慢摸一下 摸擦一下後面的兩個神 會不會突然間兩個神 好像在水中癢 有引擎的動作 也有引擎的動作 也有引擎的感動 這幾個神